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昆布香菇風味的和露 來為大家示範這道昆布山藥蛤蜊湯 昆布香菇和露取決於山海精華 適合一般料理上的應用 我們今天是利用蛤蜊跟山藥 來搭配這道料理 昆布山藥蛤蜊湯主要材料有蛤蜊 還有山藥 水菜 海帶牙及薑 首先我們先把山藥切成一口大小的塊狀 那首先先把薑的外皮先修下來 然後把它切成方狀 那這個修下來的薑不要丟掉 我們待會可以一起下去煮湯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薑平放 然後我們的刀子直接下刀 原則的事就是不要把這個片切斷 那切完之後反過來切成絲 那接著我們把水放進去之後 那接著加入我們的這個和露 就是利用這個和露來調出這個湯的這個湯底 那加了和露之後我們一樣加一點點的這個清酒 那主要去除這個海鮮的主要這些腥味 那接著我們就把它煮開 這個湯汁煮開了之後 我們就依序放入這個 我們剛剛切下的這個薑片 以及這個沾藥 微煮一下 那原則上就是要讓它煮到開 那我們就可以再加入這個蛤蜊 那接下來一樣我們把這個蛤蜊加進去 蛤蜊煮開之後我們就把它壓到我們的容器裡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一樣加一點這個海帶芽 配合這個薑絲 那最後我們再擺放上綠色的蔬菜 那我們今天是用這個水菜 那也可以利用其他的這個綠色蔬菜來做搭配 這就是利用龜甲腕料亭和露 昆布香菇風味 做出來的一道非常簡單又好喝的 昆布山藥蛤蜊湯 那這一次也要用下粵的child 我們放進去看 可以做的了法 今天要將首先已經不回不過 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了嗎 這一下 我們會做的 我們會做的